飲料用力丟向騎士 撒得他全身都是 這一幕讓路過民眾看傻眼 趕緊拍下整個過程 事發在十四號晚間 騎士行經宜蘭羅東正的新東路時 白色衣服男子當時穿越雙黃線過馬路 兩人因此發生爭執 男子氣不過找騎士理論 最後甚至用腳踹車身 以及潑灑飲料 機車擋板被整個踹破 而事後一旁的民眾將影片傳給騎士 讓騎士可以立刻報警 根據目擊民眾的說法 當下騎士邊說話手還在發抖 認為罵人的男子行徑相當流氓 可是他也不應該用那麼激烈的方式去反應 只是一個小小糾紛 卻潑洒騎士飲料 甚至踹壞對方車身 目前警方已經鎖定男子的身分 這回男子得為自己的衝動行為 進警局好好擔心 請你幫幫你洗澡啊 再希望黃龜任何志涵 因此找不到